我已經辭去我的證職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鄭兵彥 那我最近呢 就收到一個影片 我當下看到的時候是非常感動 是眼泛淚光的 那我很想要在這裡呢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看影片 Hello 鄭兵彥 我是你的粉絲 我是粉絲的小姐 Hello 鄭兵彥 我也是你的粉絲 我是粉絲的小姐 然後我就是很喜歡看你的影片 有時候看你開箱影片 有時候就晚上就拍一下你的歌 拍一下你的歌 因為每天晚上就一直聽你的歌 然後我呢 就喜歡開箱 不喜歡看你唱的影片 然後就這樣子啦 每一都一直看你的影片 加油 兵彥 希望你YouTube頻道可以 拖一百天 希望你可以加油 去達到你的目標 非常謝謝這兩位小朋友 分別是鳳瑤以及鄭陽 我當時第一次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感動 而且是緊 雞皮疙瘩的 雖然我的這個YouTube subscriber 目前是有兩萬多 但是自稱是我的粉絲 而且會留言鼓勵我支持我的 其實非常少 所以呢 我都很珍惜每一個留言 而且呢 很多支持我的都是小學生 那小學生給我的這個支持 還有鼓勵 對我來說 這個衝擊是更大的 因為呢 這樣就提醒了我 有很多的這個 小朋友都在看我的這個影片 我絕對不能夠做出錯誤的示範 或者是把這個錯誤的訊息 傳給下一代 雖然我覺得我的影片 並不適合小朋友來看 但確實每次會分享啊 或者是報導啊 留言鼓勵的 大多數都是小朋友們 所以呢 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當然也包括這個片中的兩個小主角 我不知道在看這個影片的人 你到底幾歲來自哪裡 但我想說非常感謝一路以來你的支持 不管我的這個影片有多麼的無聊 多麼的不定時發布 你都一直守候在這裡 在這裡呢 我也跟大家宣布 我已經辭去我的正職了 那我原本呢 是在新周日報的百格部門工作 那我平常的工作呢 就是拍攝新聞剪輯 那偶爾也寫下新聞稿 那我辭職的原因呢 是因為想要有更多的時間 來追求自己的夢想 以及有更多的時間來拍攝影片 還有認識自己 我的薪水就不方便透露 但是呢至少是我畢業以來 最高興的這個工作 雖然我是一個月光族 但至少呢這份工作 讓我住上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房間 以及讓我開上一輛比較好的車子 當然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因為放棄了正職 就代表著我已經少了一份 穩定的這個收入 接下來我還能不能生存下去 就取決於我到底努不努力 還有取決於你們 到底會不會繼續支持我 未來的路會更加崎嶇 但我會繼續努力的往前走 那目前的我還在休息的階段 那希望下次見到你已經是全新的我 再次再次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